其實當他站在台上講話的時候 是很蒼涼的 反而看到了一個強國的孤獨啊 中國共產黨就好像一個黑盒子一樣 他雖然耗盡有九千多萬個黨員 可是你每個黨員裡面的心思 有沒有就像一個小黑盒子一樣 這大黑盒子裡面 無數個小黑盒子 你根本就各懷鬼胎嘛 所以最近郭文貴不是常爆料 一直講說 現在有很多中共高官 近期都叛逃有沒有 他的舉例說明說 裡面有一省的安全廳的情報處長 他帶了很多的情報過來 出來 包括阿里巴巴數據中心的資料 還有一些軍事設施的情資 所以你才會發現說 中國大陸現在幹什麼 老美都馬上有應對的策略 你有沒有看到 對耶 他很有信心的感覺 對 因為這種東西 到最後一定到老美的手上 而且你知道嗎 這個高官還講說 他其實家裡面藏了 幾千萬人民幣的現金 可是他一毛都沒有帶出來 為什麼 因為他是在加密的貨幣的一個專家 他在外面的你知道他攤了多少錢嗎 他包括比特幣跟貨幣總共價值大概五億美金以上 攤了五億美金以上 所以他覺得那個人民幣他帶出來幹什麼 對不對 假的假的 他這些加密貨幣他一輩子用不完 而且他現在郭文貴又爆料說 福建有一個某對台作戰的部門高官 有沒有 他也是帶出來 中共對台的一個作戰計畫的絕密情報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說 你有沒有發現最近中國大陸 只要有什麼舉動的話 對 美國的軍機就跌於門口 滑滑滑滑有沒有 一直看 那我們等一下還會再講 也有最新的一個情資 那就跟你講說 就像他們講的 為什麼他們要跑 他說他在中國大陸坐姦犯科 而且說真的 他搞的壞事做的壞事 槍斃一百遍 一百個腦袋都不夠砍 所以他當然要跑 所以你看中國大陸裡面可以貪就貪 可以汙就汙對不對 那現在大家就是 我就跟你講 雖然有九千多萬共產黨員 打開都效忠 我昨天不是強調過嗎 習近平告訴你 忠誠忠誠 就是共產黨裡面很多人不忠誠 那人家講說 現在國際媒體就有個評論 這次天下雜誌有做了一個 很完整的那個報導 他就講說 中共建黨百年對不對 他自信自己好像站在巔峰的時刻 其實就是中國最孤單的時刻 他所謂的巔峰是他自以為巔峰 不是真的巔峰 為什麼 他除了一帶一路這些小朋友之外 你看他國際上沒有真正的盟友 我們昨天不是講過說17個先進國家有沒有 對中國的那個惡意啊 或者是討厭中國的程度有沒有 前所未有啊 你就知道說 在世界上沒有真正的朋友 只能靠這些一帶一路去巴結這些小朋友對不對 那最近這些小朋友又開始 因為疫情的關係開始造反了 每個國家都跳起來跟你勒索啊 對不對 你要加碼給我 沒辦法插你啊 所以就跟你講說 你看中國大陸 是不是永遠都沒有朋友 42國 對對對 那我們講說齁 最近美中抗對抗有沒有 其實齁在這個山子 中國建黨百年之等 國際就送了一個大禮 對不對 這個大禮 當然是從以拜登為首嘛 第一個就三月的時候 你看拜登不是聯合美日印澳 把四國舉行四方安全對話嘛 對不對 他是宣告中國對印太地區 代台威脅跟挑戰喔 對不對 這是矛頭是不是直指著中國 接下來你看G7峰會的時候 他呼籲中國尊重香港跟新疆的人權 而且在公報上所思 對台灣情勢提出來說 要維護對不對 隔天就是北約峰會 覺得說中國是系統性的威脅 那我就覺得說 中國大陸為什麼會 現在會覺得說他自己站在巔峰 我就覺得這跟習近平有關係 他真的是自大狂妄 他覺得說 你看他在七一黨慶的時候 他講了什麼話 他覺得說中國不會再被奴役 對不對 你要欺負我們的話 我們用什麼人民族城的長城 你如果要欺負我們 一定壯的讓你頭部血流 血肉長城耶 對啊 我就跟你講說你看 習近平就是怎樣 因為他看到了很多世界各大機構 做的一些報導 讓他誤以為中國真的很強 你知道嗎 為什麼因為之前在疫情發生之前 全世界很多機構都都預測說 2030年前後 世界的經濟老大哥要換中國做 對不對 因為他們講說GDP 中國將在2030年 達到33.7兆美元 已經超過美國的30.5兆美元 而且他們接下來 他是世界第一大市場 他不論在傳產網路科技業的話 中國市場的規模 稱霸全世界 而且他是第一大投資國 就對外的投資金額的話 他們會超過1329億美元 比美國的928億美元還多 所以你看 你看到這裡的數字 你覺得我今天很好吃 對不對 很大賣 所以我要開始準備當大哥了 對不對 可是事實真的是這樣嗎 當然不是 這些都是你在做夢嘛對不對 我們看到那個圖表 第一個就是造星大夢破碎有沒有 破滅有沒有 你知道中國大陸那個半導體的產值 總營收有沒有 他真的是 半導體是未來科技 所有的科技發展的一個重要的指標 對不對 你看半導體的總營收的話 美國是佔了全世界的47% 中國才佔5% 比台灣的6%還少啊 所以你看你未來的發展 是不是充滿的危險 對 第二個那個國防預算有沒有 美國的國防預算是 七千零五十四億美元 每年啊 那你中國才多少 兩千零九十二億 這個國防預算是展現你的國力啊 美國不會因為我買了這麼多武器 做了這麼多武器之後 美國人民沒飯吃啊 那你中國咧 你要不要跟他試看看 所以之前人家一直講說 川普政府跟拜登政府的用意就是 跟你軍備競賽 把你給拖垮 就像當年的蘇聯一樣 好那我們看到第三個 他的生產力有沒有 中國的人均GDP 只有美國的六分之一 而且那個貨幣金融力有沒有 包括說你的外匯存底 你看那蘇比國蘇淺掉 美國五十五點二 你才二點一而已啊 還有國際支付的那個比例有沒有 國際支付總額的比例的話 美國也三十八點四 你中國才一點九啊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 在這些金錢武力高科技方面的話 還有你的個人生產力 你根本跟美國不能比嘛 對 所以你看習近平他自己膨脹起來之後 他就忘記了鄧小平當初講的韜光養晦有沒有 我再告訴你說 真的習近平就像我們一直評斷的 他真的是就是井蛙虧天啊 一隻碰風水雞台無肉你知道嗎 所以你看像那個楊潔篪有沒有 在三月阿拉斯加會議的時候 你有沒有發現他講了什麼話 對 他就對著全世界講說 美國沒有資格居高臨下的同中國講話 他說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 並不承認美國的價值就是國際價值 你知道當初楊潔篪講的這句話 是徹底激怒拜登 拜登說蛤 你的規則就是要我遵守 那我的美國老大哥 總不能在拜登手上說 美國老大變成老二吧 所以他這句話激怒他說 他一定要贏你啊 那贏你怎樣 他跟川普方式不一樣 對 拜登開始繞人對不對 如果要繞人正常 你當然要有給人一些利益 所以你會發現 他在繞人的同時有沒有 他就要求提出一些利益誘因 就是武漢肺炎的究責 對不對 你如果要讓這些資金 一些人要吸引 就是丟一塊鮮肉給他們 那你覺得武漢肺炎究責 起源的究責的話 有什麼利益 你一旦確定了武漢肺炎 是實驗室人造製造 而且是從裡面露出來的話 你這個賠償案就搞大了 你知道在國際法庭上 你中共怎麼去面對這些 所以世界各國全部興趣來了 所以你看那個G7 連德國以前為了要賣車子有沒有 真的 現在聽到可以究責喔 可以奔利培庚喔 他從歐洲你看開著他的戰艦 都跑來亞太地區啦 真的有錢拿誰不要啊 對啊 所以就跟你講說 這叫做沒有煙硝味的戰爭 叫做兵不血刃 你知道 那可是習近平呢 我跟你講他現在對面對這些局勢 他會輪輪輪到時候輪到二十大 為什麼 因為他要確保他在中國裡面的地位 不受影響嘛對不對 他要先把政敵肅清啊 再來對抗外武啊 可是大家不要忘了喔 習近平我真的不知道他是不是王命之徒 最近華盛頓郵報引一個詹姆士馬丁的禁止核 核擴張的一個研究中心的一個 一個那個衛星照片有沒有 那好嚇人 在甘肅玉門關這個地方 中共竟然挖了一百一十九個那個核彈道飛彈的發射井 你知道嗎 那看到有密集恐懼症的都要抓起來 真的誇張耶 數量這多啊 對啊 所以現在中國大陸他呢 變無補了 他對抗這個世界上的威攻 他只能加強核威懾的能力嘛對不對 他告訴你說他總共計畫要做一百四十五座你知道嗎 所以現在究竟他是只是說做出來是在欺敵 還是真的會裝填核武的話 我發現全世界應該要持續密切的觀察 嗯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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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哼